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环境影响命运 所以我住的地方不怎么样 所以我才不能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 找到了自己好的条件 加以发挥 然后让这个地方发光 这个地方是在台东的池上香美丽的景色 通常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 提到池上 有时候会去看一个特定的活动 或者是一次性的新闻事件 我今天要看的是一个 公民记者洪春景 他陆续将他长期在这里观察 拍摄到的影片内容整理出来 让我们透过他这种方式 看到这个地方 池上十年来的变化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切入方式 虽然他本身并不是 正式的新闻机构里面的新闻记者 但是他对土地的热情 让他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地区 而这个地区你应该也去过 甚至最近很多人去 包括波浪大道 金城武术或者是池上美丽的稻田 我们就来看他这十年的变化 这不只是原本最美丽的 我想是全世界最美丽的 什么人能够一百多公顷的那样的 稻田在那里 而这个稻田是 池上的朋友 跟大自然一起合作出来的 和谐的美丽 池上香之所以叫池上 因为位在大坡池的上方 在花东纵谷中的冲击平原上 向来以毫米毫土壤著称 世代安静务浓 但没想到后来这里发展出一片 让台湾甚至全世界惊艳的 独特风景 这是台东公民记者洪春景 这十多年来亲身观察的记录 池上是一个小而美的安静农村 除了因为毫米 而闯出名号的池上便当外 早期并无显著的人潮 只有在摄影同号中 流传着土地公庙 和天堂路几个必访的私房景点 直到八十年代 博浪咖啡广告的出现 池上田园的美景 才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这条路叫博浪大道 四季时代是一个 在运送甘蔗的那个轻便车道 那为什么叫博浪大道呢 就是在八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博浪咖啡有来这里拍一片 那个池上道迷偏 那这边的我们的这个 博浪大道旁边的田园景观 三百公顷都没有电线杆 没有住家 曾经在这里埋了十支电线杆 我们请电力公司拔掉 不准你设电线杆拖坏景观 才有今天那么漂亮的一个田园景观出来 红春景将这几年报道池上乡的资料整理出来 因为拉出时间纵轴 能看见不一样的土地故事 像十多年前他最早用影像记录的池上人物 就是这位坚持用水牛耕田 手工插秧的老农夫 他是池上乡 最后一位还用牛来耕作的农民 但是这原本和谐的经典画面 没想到却因为一场大雨而成为绝响 没有 你老年 怎么这么买 我就是用拔了 刚刚我落桌 刚刚那个鱼也就在那边 我这样 在那边有酒 早上来就找到老年了 你如果小洪队来也是买的 比如说有 给你看 给你吃 他就走嘛 他都知道 你这样去拔 你没照顾 就这样没消息 你心里怎么 难受 难受 你今年你会在我 很厉害啊 池上的老农失去了老牛 被迫改用机器耕种 让影像记录者洪春景感触深刻 手工老农 从未想过因为气候的因素 自己不得不改变耕作的方式 而万安村的村民 更没想过一个地影明星 骑脚踏车短短没几秒的广告 竟然带来庞大的观光人潮 原本一天没有多少车子的波浪大道 如今一大清早 都有成群的游客 从全台乃至全世界各地 蜂蜂蜣而至 我确定想找两个人也没有风潮啦 我没有听这些机枪有多好几头的 有多好几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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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头的 几头的来到了啦 要带一下吗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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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头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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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那我們 那金城武先生 他來的時候就是上個 5月20號金黃色的時候 就來拍一個 金昌榮 我們艾西湖說一個名字 目前在紐約時代廣場 紐約時代廣場在播放 啊 全世界就選三點了 那我們長榮公寓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第一屆的稻穗音樂者 在稻田裡面彈鋼琴有沒有 他們在飛機上看到這樣的一個 後來就問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啊 哇 他們就愛上了這個品牌 所以請金城武先生在這邊拍一個廣場 謝謝大家就是今天來這裡這樣子的 希望可以大家就是不用坐飛機 坐那麼遠去外國玩 像台灣也有這麼好的美景 那除了要玩之外 也要好好地愛護我們的環境 I see you 喔 通常一夕爆紅容易 但從2013年至今人味退燒 顯然池上必有除了一棵樹 一陣熱潮之外的特別之處 洪春景歸納起來 有景 有人 還有許多因素的巧妙結合 攝影愛好者最喜歡取景的 其實是天堂路 從萬安這頭往中央山脈旺去 蜿蜿蜒直上天際的S型天堂路 宛如連接南橫群山的沿帶 寬廣的視野讓人有如自身天堂般的感受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這條路會以S型呈現 其中有著許多人無法瞭解的蜜蜓 那天堂紅大 蜂蜂蜂蜂的 本來是要喜歡騎士的 結果有些人都太高位了 結果他就不一 他那邊就不站了 對不對 所以不站怎麼辦 結果往南邊搶去 所以才變成一個S型出來 才形成今天這麼漂亮 快大正早 不過這就是可以呈現說 你看土地對農家人 對人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 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能夠放得開 看得開 啊好吧 為了成全這件事 成就這件事 那就是這樣 退讓一步 就去玩過了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路啊 往哪邊彎 就是表示說 那一個人比較有量 他讓 天堂路是無心插流的美麗意外 但池上的文化風景 可不是憑運氣形成的 是經過努力構思規劃 一步步調整出來的成果 2009那年 鋼琴家陳冠宇和池上的金黃稻田 一起登上了Time雜誌官方網站 讓大家確定 這就是池上要走的方向 好像2008了 就是張忠爺校長 他說有一個基金會想要幫助花工 後來他們就引進台灣的基金會 執行長西路 我們就在慈叛這邊 有一天就大家坐下來一起談 他問我們說 你們比較希望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也沒有錢也沒有人 我就跟基金會討論 我們應該營造成歐洲的小鄉上的一種氛圍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發展方向 不需要任何建設 11月份的時候 稻子要收割的時候 一片黃生沈也很漂亮 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辦一個音樂會 可能是因為張忠爺校長跟陳冠宇有熟吧 然後就邀請他 然後來彈鋼琴 然後還有錫恩一個歌手 就兩個人搭配 後來CNN也有報導 跟那個TIME雜誌 它有那個Photos of Week 每週的相片進展區裡面 就是把陳冠宇那張張給撲上去 我覺得最大的意義 是讓池上的人動起來 這麼大規模的動員 完全沒有坦酬勞的 這麼大規模的動員 跟他們熱心的參與 包括農民 包括什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意義 後來這個模式就變成有一點建議 2012年11月3號 秋收音樂記 《幽人神鼓》的演出 由曾寶怡擔任主持人 不相藝術家 蔣勳 蔣老師 她老師真的非常愛慈善 妳有時候每一次在慈善散步 都會碰到好像 妳怎麼又在這裡 另外做她身體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走在路上 突然之間就會遇到她的 一段五集創辦人 林環銘老師 2008年的發想 2009年的第一次 到2012年幽人神鼓演出 當時整條天堂路和博朗大道 塞滿人潮 田耿也佔滿了觀眾 秋收稻穗音樂節的活動 果然證明地方人士 對池上的想法 讓土地與藝術結合 已經發展成池上的特色 池上的名氣越來越大 但這時另一個問題漸漸形成困擾 2014年初 池上香公所僱人 在天堂路和博朗大道旁 撒上油菜花籽 京城武術加上油菜花 引爆新一波賞花人潮 特別是 在農曆過年前 原住只能兩部車會車的博朗大道 幾見了大量的遊客 博朗大道和天堂路瞬間擠爆 站在兩車交會入口的警察 面對前所未有的車潮 似乎也無能為力 面對過年幾爆的車潮 池上人不管是在交通 產業和衛生及居民生活品質上 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是住在博朗大道的前面 我的家子都住在那邊 所以說博朗大道的聽證問題是 我們也提醒我們最痛 來的村子 我拜託你博朗大道 比較溫美 只要跌人 像這次過年初一到初四 如果說今年都沒有一條 今天都沒有一條 每三個都沒有一條 在這邊指揮交通 沒有的 那年當地一場村民討論會 池上人直率反映出 爆紅後的難處 如果說這次就是 大家都有客很多的時候 那我們要從這邊出去 然後就會看到很多大車小車 都在旁邊這樣子 那除了大車又軟車 小車又軟車 還有婆婆媽媽的不顧車 就在後面 那到底我要走左邊走 右邊走不過去 那我們這條路 你就看到媽媽要去接 小孩要去市場買菜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去 比較危險到對面車道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 我們池上說真的 有一個東西很多 就是鐵馬 就是腳踏車很多 現在我們欠的 其實就是一個整合而已 出入口管制下來 不讓外車進入 然後這些車呢 你就是規定 你要停在這些地方 那這些地方呢 就是有腳踏車可以租解 這樣子做有一個 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個 腳踏車業 是不是就有錢賺了 再過來管制車輛這樣子進入 好 不讓就是說 不讓這些人很快速的 就通過這個地方 說真的啦 它是我們池上香很珍貴的資源 那既然這個保存 它是我們的金基母 是 那您會不會擔心說 譬如說這樣的一個管制 或這樣的運聚的轉換 造成遊客的不方便 如果來這邊旅遊這麼不方便 你就跳過去 我覺得這樣更好 這樣更好 這樣子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發現 這個是現代人的旅遊 心態轉變 你要的旅遊 對 就是深度旅遊 深度旅遊 深度旅遊是池上人希望的方向 於是2014那年 台東縣政府公布了 7月1號開始的 車輛管制措施 果然符合在地期望 在管制前的最後一天 金城武術旁 依然擠滿了人車 有戰爭啊 對啊 因為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都 可以泡著比較休閒的一些 去走路進來 我會騎腳踏車進來 因為我是進來欣賞 當地的風景 而不是為了一盞 一棵樹 因為太多遊客 其實有時候 稍微限制是需要的 管制時間 需要有一個中間的幾點 幾點到幾點 有一些是可以當然進來的 這樣就可以疏解一些人潮 如果可以說車子不要開進來的話 是對我們村民會比較沒有困擾 因為像過年那一段期間 我光從路口 要回到這邊來 20分鐘 那一段路也才 短短補到200公尺 但緊接著隔年 是另一場 意想不到的池上觀光危機 7月23號凌晨 一路搖擺的邁德姆台風 從台東長濱登陸 雖然米市並沒有預期中的大 但是瞬間的正風 卻造成台東不小的損失 尤其金城武術 在邁德姆登陸的夜里 竟然被連根拔起 倒伏在稻田中 台東長濱登陸 我只知道五時五時間來 五時五孩會留在這裡 Glen,小姐,我一下子 青華是土間 青華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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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土地 lingen有土地 就是土地 現在就是說 因為它本身這邊都是雞杯地 我們是希望做落土 他补源头 还是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地标 其实金城武树会岛 不全然是台风的因素 在金城武拍片前 他只是一颗地主绑牛 躲太阳的遮阳树 除了摄影者外 一般人根本不会想要去造访他 不过他的根系 一边被党府墙切断 而无法伸展 他努力伸展的结果 硬是将党土墙 挤破了两道裂缝 命一边受薄油及极配的影响 加上暴厚民众的踩踏 对他的生长都极其不利 最后台风一来 巨大的树深 终于压碎水泥裂缝 而倒幅在稻田中 地主看到金城武树被风吹倒 原本非常的高兴 但是在池上乡长和沟通口 终于改变主意 以做功德的心态 愿意提供更多的土地 让加东树有更大的生长空间 他的腹地不够宽的部分 我们会跟地主谈好 他现在地主同意 就是愿意让个1.5米的空间 到时候把党土墙做起来 让这个树有一些可以复途 救援工作在24日上午开始 除了各家媒体外 不少游客和当地的民众 也纷纷赶来一观看 许多人都拿出手机相机拍照 留下这历史上的一刻 首先怪手把不利于加东树成长的 集配挖出来 再补上有卡车再来的卧土 原意专家先修剪加东受伤的根部 施工人员一面用麻布袋包裹束身 近两个多小时后 才开始以吊车将加东树扶正 当金城武树在台风夜倒下 许多人都认为池上的观光热潮 将随之消退 但是事实不然 树重新站起来后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到池上 不管是好奇而来 或是为他祷告加油而来 这棵树已经创造了许多奇迹 就金城武树它辅导在起来 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氛围 其实我们在几十 一二十年来营造此上的氛围 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潮 它是真正能够体验 享受这里环境跟人文的人 它是安安静静的 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人就没有品质 所以这个已经在腐蚀 我们当时营造的一种成果 太多的人以后商业投资 外来的投资者 他们就会开始来 想要奔驰这个商机大饼 就是腐蚀我们辛苦经营 努力的一种 这是我们看到的负面的现象 我们要其实 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 虽然如此 持续观察在地现象的 洪春景认为 从爆红到被吹倒 再重新生长 这棵受瞩目的凤茶树 其实带给人许多重要启示 虽然有很多人撰文 批评这个现象的荒谬 甚至希望这棵树倒下后 就此安息 他们对其他的老树 常因为开发案 而被活活移除感到愤怒 但是容我们逆向思考 这棵树所受到的照顾 不正是我们应该对待 所有的树木和万物的 最佳典范吗 突然间爆红 到人潮拥挤 到决定管制 再到京城无处倒了 大家重新来思考 观光的意义 公民记者洪春景 记录的这十年 等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 池上的文化风景 是怎么改变的 池上的爆红 不是当初刻意安排 而是一个个美丽的意外 所造成的 但是能够把握机会 善用自己的条件 就是延续池上香的好感度 以及生根文化的重要关键 那么公民记者洪春景 这十年的记录当中 他看见了地方民众 如何珍惜爱护这片土地 而且引以为傲 另外外部人 外地人爱上这里 而且整合各种资源 来帮助这个地方 其中云门五集 在池上几次的演出 就是内外共同合作 创造台湾价值的 非常成功的示范 所以这里风很大 风大地是高 冰头派就是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用料力 要先突破 这没话说 连那个稻米专家说 你们池上就天生意识 我倒 然后再加上农民也够努力 所以池上米可以拿那么好的成绩 然后套着夹努力 民众91年 池上米做了产地认证 奠定了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是国内首屈一指 目前也可以说是世界 绝无仅有 不顾全球 我们每一份农田都经过认证 池上米不但是台湾米的第一品牌 价钱当然也是最高 近来甚至还超越过日本米 池上米能由此成就 要归功于成荣过91年 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的 大地饭店梁振贤老板 他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梁振贤确实是池上在地的指标人物 身为年米厂第三代负责人 他很早就意识到有机与品质的重要 当时很单纯就是希望提升品质 一开始就是懵懵懂懂的 包括我们去农改厂收集一些资料 其实他们也是刚刚开始 所以说其实早期大家都在踹 彼此都在踹 所以说当时用的一些方法 其实到后来那几个研究员 我们四五年后大家在碰头 都会会心里笑 因为当时用的方法 基本上都在找最理想方法 也就是说有很多方法 其实是值得商榷 当时我就提出一个理论 只要池上有一个冠军米的栽培者 像我们班长肖范东先生 我们的米厚壮临贵妹女士 有这么技术那么优良的栽培者 我只要把所有的condition 所有的状态 维期后考虑在内的话 我可以复制给池上的所有农友 我要组的是冠军米团队 我认为梁老板也很有 很大的一个关键人物 为什么 因为农业是他管理的 他当时在做池上米认证的时候 就对环境对这些土壤 对这些东西的要求就很有很清楚 他可以要求农民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买者 他可以要求说 你达到我什么标准 我可以给你什么价格 所以他可以定出一些游戏规则 对环保对土地对环境的要求 农民会follow他的要求 那这个形成一个概念跟共识以后 他就会有一点点有这样的基础 有人推动有人响应 池上农民越来越以稻米产业为荣 来自各地民众的体验活动 也成为池上的特色 一般人体验是说 我擦了以后 我就给它呼掉 继续再擦后 我们这才留着 也要收货的 我们不拿公家 都一般的钱 这是我自讨药包 建筑这块钱 大家来 这个收货以后还要建筑钱 我们的地球不是光在台湾 万一这个石油能也没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够八斗 要够我们的肚子 那你起码还要挖的地方 我还可以生存 我们只要有饭就可以 我们是为了给他们亲身 等一下 哦 亲身 来做亲身 来工作亲身 而且好几个童鞋 好几个童鞋生日 同一天 这样好吗 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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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同一天 同一天同一天 有稻米和好山好水 还有越来越多人知道的 秋收音乐级活动 池上成了与土地亲密接触的代表 2014年各道体验 就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士 前来体验丰收的喜悦 我从香港来 香港没有钱 然后只有高楼大厦 所以很感动啊 走到这里来 所以你这样子 手军歌的感觉 是第一次 第一次 很兴奋 就觉得自己好像 亲吻大地的感觉 我们十回十一二回 我们都 一直打掘在我 对啊 那几个掘是怎么掘 也像这样子掘 那也像这样子掘 那几个掘这样子掘 怎么掘 就骂子啊 然后再去我们 阿姨说我带来 来这里看人掘在我 我说哎呦 去让它算算一下 牙牙牙牙牙牙牙 就是因为 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说消费者不了解 那个农屋所种的东西 让他们亲自来夏田体验 他们才知道这个农屋 种到的一个辛苦在哪里 池上的梅 早已传遍海内外 而幕后推手 不得不归功于台湾考基金会 十余年来的热心投入 成立基金会之前 我觉得我很喜欢池上常常来 那所以那时候 我们想说在池上这么美的地方 而且池上的 人文气息非常迷厚 那居民非常爱他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 如果从这个地方开始 是应该能够做出一个典范来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从春庚、夏园、秋梢、东藏的 尝试的活动 那慢慢我们就专注在秋梢 其实我们基金会做的事情 只是像一个镜框一样 把它一框出来 让它被居民看见 被领克探索 被全世界看见 那所以像池上 但真的被全世界看见 9月16号 每月十号挂了头条 往池上收缩的照片 仔细地报导 都挂了出来 那所以 我每次到了池上 我都怀着感恩之心 因为每次的秋山活动 是有好多好多的 很有的帮忙 所以这个模式 这是相智模式 我们今天会从池上走出去 那当然不能靠我们台湾基金会 一个基金会 来把台湾这么多的 像这里的美景都放出来 那我也是很希望 这个模式 将来其他企业 其他基金会 如果需要我们技术移转 比如说需要我们去协办 我想可能会是一个 更好的方式 为什么那个唱杂志 要把整个池上 在道天里面下 你们的演出 登在世界这个重要 这么重要的杂志上面 因为这就是人们在寻找的 那个真正的剧场 你们知道 我们的票在开外的当天 当天全部卖光 四千多张票 两张演出 一天之内全都卖光 这个你知道哪 那国家就也没有这个成绩啊 所以一直说 它已经产生了 这个艺术节的重要性 它已经成为一个 一个可以变成的家喻户晓 已经可以打出去的声音了 幽人神谷两度在池上演出 创造大自然中的震撼 而云门则将天堂路的盗浪 提升为世界级户外露天剧场 并首创乡亲场 以演出向池上的土地和农民致敬 2013年11月2号3号下午 云门舞集在艺术总监林怀明带领下 在台东池上天堂路盗田中演出 《盗河意象》云门选翠 这次演出创下了许多的记录 第一是林怀明最新舞作《盗河》 第一次汉世人公开见面 也是云门首次在稻田中的公开演出 演出第一天 云门舞则第一次在大雨滂沓中 偏然起舞 而为了演出顺利 天堂路更是第一次封路交管 这一次也是天堂路第一次的收费演出 乡公所更破天荒 要求农民演出期间不要割道 秋洲音乐会通常在11月1号、2号半 我们一定要10月25号收成 不然搭舞台来不及 我们往前推 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擦阳 擦什么频道 这个都很精准 而这样的模式 我就可以笃定 10月25号我可以割道 但是林老师他很用心 他应该是两年前就开始 他就拜托几年村的 李文言村长协助拍摄 他是定时的拍摄 他要知道那个变化 然后前一年他就开始 每个夜好像都来池上观察 在幽冷神谷就是表演 前一年他就带他的舞则下来 就是体验一下歌道子的一种动作 或者是过程 他们整个舞图表演者都要来写电 所以他筹划的工作 规划的工作其实是蛮长期的 而且要需要很多人的协助 他才有办法如期的一个表演出 那时候包括林老师 林华明老师 我们玩完之后一起讨论歌 那就想到因为阿妹是台东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的主题设定叫做土地之歌 所以不会是传统阿妹那种 就是摇滚演唱会 最主要是我们想到歌的时候 台东坦白讲最嘹亮的声音 这一代的啦 胡德夫古转这一代就是 就是有伤维妹嘛 所以跟他谈他一谈他 他就很高兴 而且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经历了就说 阿妹给我看过这个照片 他说他好想在这边唱歌 所以就谈成了 反正阿妹对于回来台东 唱歌这个事情 一向都是非常的兴奋 但是也非常的更谨慎 他就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阿妹在池上秋秋演出后 记者联房时 谈到池上这片土地 与盗浪舞台的感动 这次回来心情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唱过那么多 大大小小的演唱会 都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回到台东 唱歌我的家乡 其实在前一阵子出专辑 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 在这紧绷的时候 刚好我们回到池上来唱歌 所以可以释放 也是泄压 我的压力在这几天 全部走掉了 其实也让我找到 重新感受到 真正唱歌 真正喜欢唱歌的那种 最原始的那个动力 是回到台东 回到这一边唱歌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开心 你们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分享这一切 也跟所有池上的朋友 台东的朋友 当然还有这一片 非常辛苦 维持住这么美丽风景的 所有所有乡民们 谢谢你们 让我们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谢谢 多位表演的艺术家 都提到这个盗浪舞台的独特性 曾经年和Aline 甚至忍不住转过头去 背对着观众 以深情的歌声 唱给池上这片金黄盗浪厅 每一次的这个 在池上 在这个地方 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 很棒的活动 然后去年是云门舞集 所以我知道 我看过 所以我就非常向往 而且我是台东人 所以台东人应该要回台东唱歌 这是最理所当然的 像我们唱歌的舞台 它会有很多的机关 很多的灯光 在池上我们的这个舞台 所有东西都不用 简单的一个台子 我们的背景就是 最好的舞台效果 没有这种 你有看过在这样的舞台唱歌吗 其实还蛮开心的 我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台东 希望大家来 但是希望大家尊重 这边的所有的土地跟文化 还有所有你们所感受到的人文 这个要保持的 如果不去保持的话 我们会看不到这美丽的 不管是风景也好 人文也好 所以千万不要破坏 不只是阿妹海绵门舞集 一年一年的稻碎艺术节 有越来越多的艺术界 文化界的人士来到这里 把这里美好的意象传出去 不过在池上这个地方留下些什么 是观光收入吗 是文化底蕴吗 是产业发展吗 在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看 这位公民记者花了十年时间 所做的记录和观察 住在台东的公民记者洪春景 十年来观察池上乡的变化 这是一个人口只有八千多人的东部小地方 但是现在却吸引了平均每个月 将近十万人次的观光客的流量 而当初是居民自己的点子 说我们在稻田里面来场音乐会 是不是很棒 就这样子 后来外部的基金会展开协助 而最后云门的演出 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接下来这些事情到底改变了这个地方什么 根据公民记者十年的观察 以及根据池上乡文化协会 那么他们照片的这些记录 其实他们发现这个地方的孩子更有自信了 而池上乡整体整个地方更有活力了 产业方面也舍弃了量的追求 以值的提升取代 反而创造出新的价值 所以这可以成为新的地方创生模式 都让池上创造它过去这十年的奇迹 我们很荣幸地参与了这个过程 池上绝对是台湾最热门的城乡 因为农民的坚持 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但是池上现象会不会退烧 能不能永续 池上国中学生的表现 给了大家一个最好的答案 我第一条路线 嘿 好像一把握 嘿 燃烧了整个沙漠 嘿 嘿 嘿 谢谢人到池上 从什么地方来 台北 有团体吗 团体 八十位 这是我们第六年来到池上 我们从幽人神谷看到云门舞级 然后再看回来 今年特别不一样哦 为什么 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动作里面 表达了他们爱乡爱民的感觉 他们充满了热情 这是最棒的乡民教育 因为我带了大家来秋收呢 已经有三年了 因为我是池上人 那我要约台中台北的朋友来参加 这种感觉是很美的 因为我感受池上是 没有办法说 只能带他们来 才知道那个美是在哪 池上秋收稻穗艺艺术节 它的意义不只是艺术节 更是凝聚在地认同的地方 创生典范 全乡动员志工超过300人 透过不断的开会协调 凝聚了地方的共识 而志工同学们 负责排椅子维持秩序 在路口处以热情有敬的对呼 欢迎及欢送来自各地的观众 甚至将流动厕所 一间间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是盗碎艺术节中的 一大亮点 孩子们学习规划并负起责任 过程中累积了自信与成就感 这一切都是艺术节 带给池上最大的财富 这几年来我觉得改变最大的 带给池上最大的收益 是我们池上国中的学生 拥有的自信 拥有一个让大家看得见的舞台 所以说我们文教基金会是92年成立 其实当时有一群 我们的乡亲 所有的成员一直希望学生可以改变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给奖学金效果是0 完全没有什么效果 直到林老师培训我们这些志工 到那个舞台 让所有的来看的观众发现 池上的国中的学生是那么棒 所有人给他掌声 那个时候池上国中发生很大的改变 池上国中真的犯状 原来不是用其他的方法 原来是给学生舞台 给学生找到资金 针对我们文教基金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看到的最高兴的事情是 很多的学校的同学 每一次都出来 今天会去看到椅子 排得整齐啊 这全部是同学做的 演出中间 他们有人负责在照顾流动厕所 话说你都留在那边看吗 他说没办法 他说没办法 他说有人出来 我才是小青皮 我说你怎么青皮 说有啊 很青皮啊 就在这里面做一件事情里面 他有一种负起责任来 然后有成就感 然后再去台北就能站起来 其实这个活动呢 就是池上整个大活动 所以上到下 其实大家都动营起来 包括乡长 然后整个乡米 还有这边的农民 还有我们的艺术协会的理事长梁大哥 因为其实这个整个活动在校内 我们一直在跟学生产阳 就是这个整个是池上的大活动 今天你们代表不只是池上国中 还代表整个池上地区 为什么那么多游客喜欢到我们 到我们的家乡来 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家乡为荣 我们每年150位志工 非常的抢手 其实都会抢着报名 已经塑造成这种 大家抢的那种 抢名额的那种状况 你来当志工这样应该有好几年了吧 今年第二年 你是自己喜欢要来当志工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自己喜欢啊 比较喜欢像入口服务 欢迎的那些 那像那些口号 你每一年都很有特色 每一组都不一样 你们是自己想的 还是有老师跟你们讨论过 还是怎么样 做一做 然后就会觉得说 这样不够啊 然后就会自己想要 再有更多的变化 参加这个志工服务 你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发现什么东西 其实 你当下服务别人 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 纯粹就是做志工嘛 但是在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服务别人之后 别人会 有更多的心得 然后会对我们有更多不同的看法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也会很高兴 我提了去 嘿 好想一把火 嘿 燃烧了整个沙漠 嘿 嘿 嘿 谢谢南道池上 许多人认为池上之所以爆红 是因为金城武广告的关系 其实 池上这片没有电线杆的道路美景 就算没有大明星加持 依然可以掳获大家的心 我们池上厢呢 过去有175公顷 包括博朗大道 天堂路这没有电线杆的地区 那今年呢 我们又把197县道的电线杆 全部地下化了 所以从这里 颜色到北边的197县道 再到更北边的大波池沿岸 都没有电线杆 这是全国最大的500公顷 没有电线杆的水稻田 这个景观呢 可以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那你在池上再看得到 所以乡亲们来到池上呢 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博朗大道 你到197县道啊 到哪一条乡道 左边 右边 怎么看都没有电线杆 这是非常疗愈的地方 我是很感谢池上的农民 便利改变 我们讲一个数字 当然知道 池上农民为什么要改变 0590年的时候 池上的道路 一把六十公斤 比西楼的道路 便宜二十块到六十块 因为我们出去要扣英贵 去年 我们这一包道路 一千七百 人家的一千两百块到一千三百块 因为 如果没有改变 价差是四百块 一公斤差八百 池上一千六百八十公斤 这样就差一二千八百万 所以说由于我们愿意改变 才会翻转很多东西 翻转的力量造就池上的改变 很多人说池上是最成功的地方 创生案例 台湾好基金会 就将这件事 归功给池上相亲的自觉与开放 以及外地艺术家文化人 企业家等 出钱出力花时间的投入 所以我想池上 他得天独厚的天地人 以及他得天独厚的勇气 都让池上创造他过去这十年的奇迹 我们很荣幸的参与了这个过程 所以说我经常讲是五年磨一剑 一个活动应该是持续办 然后累积一定的基础以后 才会有量多 当然有很多志工的参与 这个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最重要的 它必须累积很多年的成效 不然它不可能突然之间爆发出来 洪春景将这十年的池上观察 给出具体结论 让我们看到成就池上 不是偶然 是台湾值得珍惜的经验 池上近几年来能够脱颖而出 升量持续居高不下 虚拟几多企业愿意长期投资经营 主要就是因为湘敏 环保意识抬头 台湾好基金会的池上秋收 也是国内外的年度盛世 随后跟进了大波子音乐馆 音乐文化扎跟工作 也令人刮目相看 每年上百场的讲座 俨然已成为台东主要的艺文空间 至于近两年来 渐兴迷藏老古仓 转型成古仓艺术馆 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展出 吸引来自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前来朝圣 这些成就 就像过去池上迷舍去量的追求 而以值得提升取胜 池上已朝着精神文化联谊勇 勇往迈进 2020 池上日光时 加油 今天因为池上人的努力 让大家看见池上之美 明天希望有更多社区能复制池上美的经验 垂身各地具有在地人文特色的新池上文化 这也才是大家封池上最正面的意义与收获吧 以十年的时间做切角来看池上香的变化 那么这十年的记录 我们看到地方发展的秘诀是什么 感觉上好像跟人的成长也差不多 第一就是掌握改变的契机 愿意创新翻转 但是不是追求爆红或暴力 而是愿意沉淀发酵 给时间来慢慢学习 那我们当中看到了这个独特而美丽的 池上香这个小地方 它是台湾的宝 应该也算是我们观察跟学习的对象 一部假印发现新台湾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 hay